少女半夜抓捕缠除炮制霸王酒 却一不小心掉落悬崖 幸好有主角光环附身 掉落悬崖的吴欣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吴欣在悬崖底部发现了一个山洞 山洞门口布满了毒物的尸体 有毒蜘蛛毒蝎子和毒蛇等等 而吴欣作为西川老毒物遥远胜的徒弟 自小就跟这些毒物打交道 所以根本没有丝毫的惧怕 他推测山洞之中 定然有极其稀有的毒物 所以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山洞查看 与此同时 逍遥狼发现吴欣失踪 带着皇甫长恨来到后山寻找 见到了吴欣留下的衣物 师傅 这是吴欣衣服上的 那就是 逍遥狼推测吴欣掉落悬崖 连忙来到悬崖底部寻找 同样来到了山洞门口 皇甫长恨见到满地都是毒物的尸体 连忙出言叫住了逍遥狼 你看看这是 蜈蛇蝎子 连他们都死在这山洞口 可见这山洞里有 有什么 但是我可以肯定 他绝对是毒中之王 不管里头有什么妖魔鬼怪 为了吴欣 我一定要进去 逍遥狼担心吴欣进入了山洞 因此说什么也要进去查看一番 皇甫长恨同样担心吴欣的安危 只好来了一个舍命陪君子 跟着逍遥狼一同进入了山洞 再看此时的吴欣 已经来到了山洞深处 在山洞深处发现了一只蝉蝴 显然这只蝉蝴 就是杀死那些毒物的真凶 难道 这都是师傅所说的 极其珍贵 连他都没见过的金蝉 师傅说过 金蝉是毒中之王 我用他来炮制霸王酒 小国岂不是更好 吴欣想要抓捕金蝉炮制霸王酒 于是拿出了引诱毒物的毒粉 毒粉的味道能够让毒物趋之弱物 吴欣只需要拿着竹篓 等着金蝉自投罗网即可 然而就在等待的过程中 逍遥狼和皇甫长恨找了过来 吴欣起初惊喜不已 紧接着又警告起了逍遥狼 要逍遥狼站在原地 不要靠近 他要帮逍遥狼 调制最强的霸王酒 用这只金蝉 没错 我师傅说 金蝉是毒中之王 用他来调制霸王酒 效果一定倍增 得知吴欣要抓捕金蝉 逍遥狼提醒吴欣一定要小心 谁知就在两人交谈的间隙 金蝉突然扑向了地上的毒粉 幸好吴欣反应迅速 用竹篓将金蝉接住 有惊无险地活捉了金蝉 小妖哥哥 你看我抓到了 金蝉喷出了一股毒烟 将没有准备的无心迷晕了过去 等到无心形转过来 发现自己情况极其的不妙 虽然他从小跟着师傅摇原胜 用毒物泡澡修炼毒功 号称是百毒不清之体 可金蝉作为毒中之王 他的剧毒就连无心都化解不了 已经侵入五脏六腑命不久已 难道金蝉之毒 就无有可解了吗 我听老师傅说过 这毒虽然难解 但有办法 哦 那什么办法 姚元胜虽然跟无心提起过金蝉 可却没有说出具体的解读之法 而姚元胜又远在川西 根本没有时间去问姚元胜 这样看来无心是必死无疑 逍遥狼见无心为了自己 落得个即将生死到肖的下场 心中彻底放下败玉而接受了无心 他在皇甫长恨的见证下 和无心拜堂成亲结为了夫妻 谁知婚礼刚刚结束 无心便毒性发作晕倒了过去 这让逍遥狼痛心不已 他揭开无心的红盖头 决定杀死人迁行后 就自我了断去地府陪伴无心 可让逍遥狼没有想到的是 他只是亲吻了一下无心 无心竟然奇迹般地行转了过来 并且想到了解除金蝉剧毒的方法 我感觉 我好像又有力气了 真的吗 难道 师父不告诉我姐金蝉毒的方法 是 是因为这个 因为什么 原来解除金蝉剧毒的方法 就是和喜欢的人洞房花竹叶 逍遥狼经过几个时辰的耕耘 终于替无心解除了剧毒 无心身体恢复后 用金蝉替逍遥狼炮制了金蝉霸王酒 这种霸王酒是普通霸王酒效力的三倍 极大的加快了 逍遥狼修炼千里边雷的进度 真没想到 这无头状 竟解了无心的剧毒 难道这是天意啊 天无绝人之路 有情人终成眷属 人世间的还是很美好的